自從川普在賓州的競選活動 他受到了槍擊攻擊 並且從實力逃生以後 幾乎所有的人都覺得 美國總統大選已經開始進入了 垃圾時間階段 那麼既然知道這樣的結果 我的投資該怎麼辦呢 經過川普槍手事件以後 我們可以看到 各大財經媒體已經針對這樣的結局 開始做未來的預測 這裡我想提出我的觀點 也許可以讓你 在想下手投資之前做一些參考 那在進入細節前先說明一下 這是一個討論投資理財 資產配置和被動收入的頻道 如果你對這類話題有興趣的話 請記得按下右下角的訂閱還有小鈴鐺 並且選擇全部通知就不會錯過所有影片 首先我先聊一聊 第一個 說真的 現在各種猜測太多了 我這裡列出幾個我最常見的 A 每股常債會大漲嗎 這個利潤最大的原因就是在於 過去的川普 似乎對於降息他非常的有興趣 甚至可以說他對股市表現非常的在意 降息通常都會對股市大漲有所注意 所以我們從他過去當總統的時候 他總是對於美聯儲不願意降息 或者是動作太慢 他就感到不悅 但是我覺得真正的關鍵就是在於 美聯儲的目的 不在於刺激經濟 更不是拉抬股市 它主要的目的是在 控制通膨 還有控制美國的就業率 如果通膨沒有獲得適當的控制 它就很難降息 我覺得唯一能夠寄望的就是 川普可能對於印鈔的策略 他比較有所估計 他不會像拜登時代做大量的補貼 其實拜登的補貼就是變相的印鈔行為 那如果川普停止這個補貼 他用小政府的思維 這個應該會讓目前透過升息 來對抗通膨有更好的效果 或許我們更有機會 更快的看到 通膨降到美聯儲期望的2%那一天的到來 那麼也許降息就指日可待 不過我認為以上的這種設定 都太過簡單了 因為對付通膨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再來還有人說 因為川普他會通過聯準會去降息 那這個時候高程序期限的常在 他就會大漲 但是請看一下這陣子以來 常在他帶來的上下震盪 跟股市的表現是差不多的 那常在什麼時候會大漲呢? 你真的很難去預測 那你真的確定 手上這筆錢放在常在的閒錢 你可以看著股市上漲 但是常在從年初到現在的大跌 你受得了嗎? 同時另外一說是 川普不是說要大打關稅戰嗎? 這個會不會引起全球的大通膨和貿易壁壘呢? 那麼為了要控制通膨 那降息又更不可免 那這種說法的結論對常在就更不利了 因為根據我拍過的影片研究 應該這個考量是不會影響很大的 沒有關係 我們就拭目以待 看看這樣的利潤是不對的 再來B 美中得到緩解 中國股市大漲 那這樣的利潤很簡單 有些人認為 哎呀 川普他就是一個生意人 其實他也不願意打仗 只要有利的事情 他都可以出賣 只要他對中國談判到一個有利的條件 他就會和緩美中的對抗 那我就賭那天的到來 那我現在就開始佈局中國股市 我個人其實不是什麼國際政治專家 可是我建議還是這樣子想的朋友 你可以多看一下不同的觀點 不要只從抖音或者是青藍、青紅的媒體去接受資訊 因為你很有可能是誤判的 我這個時候會建議多了解 目前副總統候選人Jedy Vance 的故事 也許你就會了解 這樣子做的賭注有多大 我個人的想法就是 只要中國他還是共產主義 到頭來他一定跟市場的經濟的思維 是相衝突的 因為權力至上他不能倒台 這個就是中國政府的根本思維而導致的現狀 所以我非常的不建議 去特別挪上一筆資金來投資中國 事實上只要用指數化投資的方式 投資者就會適當的佈局中國市場 這樣就好了 再來 C 加密貨幣的機會 川普過去對加密貨幣的支持 讓投資者認為 以比特幣為首的其他加密貨幣 未來很有可能獲得更多的關注和支持 現在還有一些政治的民因幣 像是MAGA幣等等 儘管這種幣不用像賭盤一樣 你需要支付賭注 可是那個漲跌都會隨著市場 對於大選結果的預測度而做起伏 因此它也被認為是一種總統大選的賭取 我認為這些都是一種炒作風氣 根本不值得花時間和資金在這個上面 還有更多更多的投資預言 我就不再講了 接下來我想談談第二個 投資上不變的事實 我認為要直接看破這些說法 就要了解過去以來的投資研究 它已經說明了一些事情 第一個 市場大部分的時間它是有效率的 只要資訊它是透明的 那麼市場的價格 就是當下你我認同的情況 這個就是股票市場 它都會要求重要訊息的公佈 去規範資訊的透明度 除非你有內線消息 不然在資訊平等的狀態下 當你在這裡下單買下好價錢 那麼另外一端它賣給你的人 它也會覺得它賣的是一個價錢合理的 其實沒有任何理由 你一定會比別人聰明 只有你自己認為 我可以看清未來而別人不會 所以當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市場它就已經開始做出反應了 想要用這件事情去推測 我前面講的各種說法 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的市場 它已經反應完了嗎? 我的預測 何時會真的靈驗呢? 其實真正的事實就是 這件新聞本身 它很快的 就會在市場取得 目前大家共識的一個價格 我們再怎麼猜未來的走勢 都需要未來的事件來驅動 可是我們是趨勢大師嘛 當然不是嘛 像是新聞播出 川普受訪的時候 他說他要台灣多付保護費 那馬上台股跟台積電 他就受到影響 這個不就是馬上反應 當下群眾的思考結果嗎? 而誰又能夠預測 那個曾經突訪金正恩 一下子又罵中國 一邊又抱怨歐洲盟友不付錢 就撤軍了川普呢? 未來他還會有什麼驚世之說呢? 再來第二個 美國大選年的表現 和非大選年沒有不同 我曾經有看過一個財經媒體 他拿川普過去當選的股市表現 和拜登總統當選的股市表現 來做比較 其實這個是非常膚淺 而且沒有參考價值的 根據持續買進這本書的作者 Nick 他寫過了一篇文章研究 他就直接拉出了 美國所有總統的選舉年 和非選舉年的股市變化 根本就沒有大的差別 所以不用再為了哪一位總統當選 他會帶來什麼樣的短期波動而去投資 那個只是一些新聞而已 根本不值得注意 文章中講到 唯一要看的是不同的總統 他會帶來不同的政策 像是因為稅制 他會有不同的方向 一個想要徵稅 一個想要減稅 這個才會對個人產生影響 也就是說 我們要注意的還是政策 它才會對於國家未來 乃至於個人的財富 產生真正的影響 這個才是我們要注意的地方 甚至不只在投資上 而且它更有可能會影響你我的工作 比方說你的公司收入主要來自於美國 但是工廠設在中國大陸 那要是公司沒有在其他的地方設點 那麼可能他就會大受影響 公司他太晚轉型 他就會吃大虧 這個才是自己要注意的地方 那最後一點是第三個 建議的投資方式 川普的事件只證明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世事難料 不論你是否像川普一樣信仰上帝 認為事情都是神的安排 我們就一直只能接受 世界給我們的結果 相信人類會一直進步 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去達成自己的夢想 我們工作想要有一點成績 就要有正確並且科學的觀念 再加上不斷的改善和務實的做法 就能朝這個目標前進 那如果你想要讓自己的錢 跟上人類進步的腳步 可以駕馭這樣子的潮流 像是現在的AI風潮 台積電的大漲等等 我認為指數化投資 就是對大部分人來說 是唯一正確又科學的投資法 不用再去摸索 去自行研究要投資什麼標的了 我相信川普這個保護費事件 已經讓一些朋友嚇到了 可是指數化投資的方式 讓你不用為了這種事情擔心 而且關於指數化投資裡面 最簡單的科學和各種討論的面向 我都會透過這個頻道 不斷的輸出給你 而如果你對這樣的方式有興趣 想要一次性了解的更多的話 你可以透過影片說明欄的免費課程 去了解為何我會建議用美股ETF來做指數化投資 總結以上 關於川普當選的假設 而產生的投資機會 我談了第一個 各種投資說法和問題 這裡聊了各種對於美股 中國股市 常在加密貨幣對應的想法跟看法 第二個 投資不變的事實 這裡說明了兩件事 一 市場大部分時間是有效率的 當下新聞事件的市場解讀 就是市場的結果 第二個 美國大選年的表現 和非大選年沒有不同 這是根據過去所有美國歷史紀錄得來的結果 最後我談了第三個建議的投資方式 在世事難料的情況下 用美股ETF做指數化投資 是一個非常安全明智的做法 如果你想要一次性了解這部分如何做 你可以參考影片說明欄的免費課程 四年前川普落選 很多人因此擔心市局更亂 當時我也拍過一部影片來討論 建議的方式跟現在是一模一樣 你可以看到四年來有多少投資打人 他改變不同的投資建議 有的會突然講高股息 有的要你多放場債 有的曾經大力推廣加密貨幣 還有人會講起房地產 可是這個頻道始終不變 就是指數要投資 你只要持續這麼做 有信心跟知識來一直支持的話 那麼四年來全部投入了成果 我相信足以讓這些人對於這樣的方式 有堅定的信心 我認為真正要關心 也值得思考的是 如果川普當選 這個會對你的職業和事業有什麼影響 最後我想問你 你認為如果川普當選 對於你的工作影響是 A有利的 B不利的 還是C沒有差別呢 歡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想要聊什麼話題也可以讓我知道 那如果覺得這部影片不錯 請記得按讚留言或分享 這樣子才會讓YouTube了解 要推充相關的訊息給你 同時得到更廣泛的討論 如果你對於投資理財 資產配置和被動收入有興趣的話 請記得按下 右下角的訂閱還有小鈴鐺 並且選擇全部通知 就不會錯過的影片 我是小飯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Eller 比方 時尾 San